大家好我是巴姆特編輯阿KEN 大家好我是編輯Jerry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做什麼呢 我們打OUNCE 因為今天是任天堂Switch的體感對戰遊戲 OUNCE的發售日 對 剛出去任天堂日本的那個發表那裡 就非常期待 對 你實際上過這款遊戲就知道它的確是非常的美麗 你的對戰非常的單純 操作的話基本上運動的話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防守就這樣前進後退 後退 然後還有一個衝刺還有一個跳馬 對 那比較特別的是你出拳以後 你想像你是魯夫 所以你出拳以後你手可以這樣扭 他就會這樣扭回去揍 那我們講那麼多實際對戰一場 一定是最清楚最熱血 玩起來真的會流汗喔 那基本上你一個Switch 附的就是一組手把嘛 所以你要跟朋友對戰 你要再借一組 就會跟我手把 或者就是找朋友 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手把模式 可是基本上我們測試以後覺得 還是這樣玩比較好玩 對 體感比較直覺 然後我這隻是忍者 那你那隻是 忍者是一百一 對是做不起角色 然後你看遊戲 你一開始就先 你一開始就先 先一個互相那個 互相傷害 對 互相試探 基本上我這隻要重拳 重拳先 然後再用拳 太好了結論君講話 這樣你的過戰就比較大 沒有打到你了 打到你了 打到你了 然後中 然後兩隻手快出去就是摔人 對就是抓 喔 炸炸炸炸 它場地有一些水技 喔 是大拳 中了很痛喔 沒有辦法講話 對 而且大拳都很痛 我講話就會被打 要很專心 你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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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時候不能跳也行不行 有啦 有啦 顧著講話 好 我們換一個角色 OKOK 非常刺激 我玩到了 玩到心臟蹦蹦跳 跳超分 欸我選錯了 好Random 然後那就隨機一個場地 然後他也會有準備各種不同的場地 裡面都有一些 特別的效果在裡面 不只是場景不同 它還有障礙物 對對對 而且他的這個場地有點像是每個人的主場 這場我不講話認得打 你裝了一個那個 我剛剛沒拿過 對 中 真的啊 像我剛剛就是趁他 趁他那個 書全的空檔 然後 開絕招 就一定不會被他直接 對 我昨天一看到 阿KEN在Facebook上面偷 打遊戲以後 我回家馬上就載一下 真的 然後玩了一個晚上加金 早上出門前玩一下 你出門前要玩 對 真的假的 太狂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怎麼站起來 欸什麼 欸你的絕招還沒結束 我媽的都給你出去 欸等一下 在那個 在那個放的那個 就是類似場地的效果 走走走走 我打囉 來 走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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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這 你要派出我的徒弟 來跟你的對戰 NO 我要派出我們的徒弟 蛋選手選擇的是 機器女孩 然後我們的 葡萄選手選擇的是 我們的 這個奧子裡面 唯一有兩隻手的 黑肉靈緣 對 你應該是這個 完全不夠緊張吧 不然是 這個牛要破牆 不然是 葡萄選手基本上 他的就是亂打牛 你看 你看 他真的好失誤啊 但是 只是 可是說真的 他這樣其實蠻強的 對 你看他葡萄選手基本上 站著動你不動 你不動 你不動 他打斷 過去一點 靠他 靠他 你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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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看看中國五千年的 耶 耶 耶 輸了 輸了 你要丟毛巾 好熱喔 玩得很熱對不對 其實遊戲其實是蠻需要技巧 亂打也是一套 可是如果你用心打 你不是用心打 就是你有一些 小技巧可以用 比如說你可以按著虛器 對 虛器的東西 發揮不同全套的特性 去克制的小技 對 這是進階指的小技巧 其實我們打快打 你亂打 你還可以贏了一般的人 可是如果你要用心打 就認真打 其實 我心裡的動作可以去 去訓練習 沒錯 那這款新世代的體感對戰遊戲 我們又可以對戰 又可以運動 那已經在今天 上市了 那請有興趣的玩家 來多多參考這款遊戲 那鎖定我們發揮特爾我們會 帶來最新的報道 沒錯 安斯 好 謝謝 爹